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呀 这么巧啊 阿尔阳 怎么在哪儿都能遇到你 你也来了 凤平 这位是 坐 来来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乔 是我的发小 在美国读了十年的书 昨天才刚刚回国 我打算今天来带他改善一下 他的美国味 这位是 易尔阳 一位杰出 但是又非常惹人讨厌的设计师 别听他 夏初 我可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男人 你好 易先生 这位是凤平 我的助理 你好 陆乔 咱们昨天见过 是啊 我是凤平 我好像之前听迦南提醒过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 对啊 他肯定说了我不少坏话 对不对 当然 是好话 佳南 你吃 谢谢 一人一半吧 谁也不要谁 还会儿 啊 您好 嗯 帮我上一份千岛酱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你不是不喜欢吃千岛酱的吗 她的确不喜欢吃 想不到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我吃烤鱼 喜欢配千岛酱的习惯 这么奇怪的搭配 想我也忘不掉 不用不用 我真不够 你吃一个吗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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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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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没事 你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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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几位都没有受伤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不到吗 我们这桌四个客人 多么帅气多么美丽吗 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毁了容 全世界的平均颜值 都会迅速下滑一个档的 是是是 十分抱歉 怎么做生意的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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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事吧 我看看你的腿 这没事 这没事 谢谢你啊 没事就好 好 佳南 我看你刚刚惊魂未定 低酒未沾 你帮我送下风瓶呗 好 没问题 陆小 你怎么了 我胃出来好疼 胃疼 怎么回事啊 应该 刚回来一时不太习惯吧 那 要不要去一趟医院啊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那 你赶紧送她去医院吧 我自己可以回去 那我先送她过去了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这个女人 不简单 她想怎么样都和我没有关系啊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 她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我想你搞错了 我跟她并不在一个战场 所以不是对手 而且她也不会想与我为敌的 而且我也站在你这边 我给你胡扯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来 给 如果吃了药还没有缓解的话 记得要打给我 放心吧 我这胃疼是老毛病了 谢谢你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没有 只是 好久都没有这么被人关心的感觉了 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很辛苦吧 苦到谈不上 最大的感受就是 孤单 寂寞 总感觉世界上 就我一个人是孤零零的 每次生病的时候 就会特别地想家 想你 想后运哥 想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这不现在回来了吗 对啊 好了我不说了 再说 就变成我向你诉苦了 那你吃了要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拜拜 路上小心 我选择 我选择了 我是尝尬 来 崾大 我都给你了 你去哪里 快了 你去哪里 ым 你去哪里 坚持你 你去哪里 乔乔 喂 姑妈 睡了吗 没呢 佳南还没回来呢 他刚刚送我回来的 应该马上就到家了 你们一起吃的晚饭呀 是啊 后来 忽然来了两个朋友 一个叫易尔阳 一个叫风平 你认识他们吗 那个易先生 是佳南的朋友 你说的那个叫风平的 那我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佳南没跟你提起过他吗 没有啊 倒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 吴念珍 还有余曼文 经常来找佳南 三天两头都往家里打电话 对了 最近还有一个叫什么 夏瑶的女演员 你老是缠着佳南 瞧瞧 你回来就一直上班 还没有吃 我给你做的好吃的呢 要不然你明天到家里来 我给你做的好吃的呀 姑妈 我明天有安排了 改天吧 哦 好 坚持面 虚担 Ald